哈喽,大家好,我太喜欢这种吃辣一生,爆香的感觉了 今天咱们就用毛肚来做一个简单版的水煮麻辣毛肚 准备一些配菜,油麦菜,豆芽,莲菜,你喜欢什么就放什么了 先用少许油爆香葱花,把蔬菜炒一下 炒至端生就可以,放一点点盐,让蔬菜有一个基本的底味 把炒好的青菜先放进一个大碗的碗底 锅里再次放少许的油,爆香葱姜蒜,一把花椒和干辣椒 一勺豆瓣酱和一块火锅底料,炒均匀 炒出香味以后,放入一碗开水,放少许的生抽和蚝油体味 用漏勺把多余的料渣捞出来,以免影响口感 然后下入毛肚,煮的时间千万比一过长,半分钟即可 把煮好的毛肚连同汤汁一块的倒进大碗里 在最上面放上一把蒜末 锅里再次烧油,放一把花椒和干辣椒爆出香味 迅速淋到酸末上,吸出香味,再放一把小葱 香喷喷的麻辣毛肚就做好啦 麻辣过瘾,超级下饭,喜欢就试一试吧,拜拜